大家好 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歡迎收看財經大白話 每天多看五分鐘 財富多更多 我是主持人翟軒 每天早上十點 教你怎麼省錢又賺錢 而節目一開始 我們來看 財經大頭條 台股是衝破了 一萬兩千點 再創三十年的新高 不僅台積電工頂 大力光也重返五千元 總市值突破了四十兆 再來我們來看的是 再來我們來看的是 熱錢持續四天湧入 持續四天湧入 包含了台幣 台幣是扣關了29元 而且總共匯入了25億美金 讓台幣創下一年半的新高 再來還有73萬人 是在海外來謀生 這序狀新高之外 這大專以上的 還包含了增加到55萬人 這九年成長了25% 人才外流的問題十分險峻 好 首先我們來關心的是 台股現在佔上了一萬兩千點 不過早盤出現的是一個 小浮震盪的局面 除了台積電再創 這個股價三百四十元新高之外 其實台股的總市值也是挑戰四十兆 這年底有沒有機會再挑戰 這個過去的歷史高點呢 我們來連線資深分析師林永年 永年哥告訴我們 OK好 蔡選好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這個大盤之所以能夠 占上一萬兩千點 那當然最大的工程就是台積電 那台積電今天稍微休息一下 可是大家可以注意一個重點 就是說其實除了台積電之外 那最近還有這個集團的作帳行情 因為每年到年底的時候 都會有個集團的作帳行情 那麼尤其是如果說外資 或者是甚至於三大法人 一起來共襄盛舉的話 那其實集團股 他們的股價開始往上走的時候 他們這個團結力量大 他反而他對於這個整個大盤指數的 這個往上攻 他其實會具有相當大的推升力的 那所以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是認為說 今年在農曆年 在農曆年前 那攻到一萬一二六八二 歷史的高點 應該還是有機會的 那除非整個國際股市 出現比較大的這個回檔的走勢 否則的話 應該是還有機會的 好 那麼我們首先 我們就看一下 這個所謂的集團作帳股 那其實集團我們現在發現 就在過去這一段時間裡面 台灣的這個集團裡面的 大概有五大集團 他們的股票的表現是比較顯眼的 像是第一個就是華新立華集團 第二個是永達 第三個是鴻海 第四個是台塑 第五個是玉龍集團 那在華新立華集團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表現比較強勢的 最近表現比較強勢的是華邦電 那華邦電其實在過去三個 在過去的在昨天 三大法人是合計買超9336張 那我們從周線來看的話 你可以發現這張股票 它只要能夠突破今年盤中的這個 7月份盤中的高點20塊3毛的話 它一個一年期的一個底部就可以成立了 那所以投資朋友這個是可以注意的 那另外像是屬於這個面板族群的 面板族群的股票 那其實在最近也是相當的活躍 那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中國大陸以及韓國的工廠 他們這個減產 那所以造成這個面板 尤其是大指針面板的價格 有這個調升的趨勢 那像是其中友達 友達集團的友達 三大法人在過去四個交易 連續買超了10萬張 一個中期的底部也已經幾乎成立了 那另外就是這個鴻海集團的 鴻海集團比較精彩一點 它群創在面板的群創 在三大法人連續買了8天 一共買了11萬張 它同時它一個將近一年的 一年期的底部也已經將近成立了 它現在只要成交量能夠充分放大的話 這張股票也是可以持續觀察注意的 然後就是鴻海 那鴻海這檔股票最近在三王 就股市的三王裡面 它的表現是最弱勢的 可是我們要注意一個重點 就是說在過去的這四個月裡面 三大法人合計買超了83萬張 那三大法人合計買超這麼多 然後它的股價還不動 那我覺得投資朋友是可以持續的觀察 在等到台積電以及大力光稍微休息的時候 我們認為就是鴻海有機會表現的時候了 最後就是台塑以及玉龍這兩個集團 台塑它的代表作就是南亞科 南亞科跟華邦電一樣都是受惠於最近的 這個記憶體他們的庫存已經降到最低水位了 然後在明年的第一季有機會淡季不淡的情況之下 那他們的這個底部也已經將近成型了 那預測則是受惠到了這個中國大陸的車市 已經開始擺脫谷底了 已經開始逐步增溫的這個情況之下 在過去三個月外資合計是買超了773張 那我們是認為說 以這個區間震盪了兩年的情況之下 它只要成交量能夠放大 那這檔股票還是有高點可期的 好的 我們謝謝永年哥的分析 再來我們來關心這個美國的經濟有好轉了嗎 這美國股市是今天以小漲來作收 另外這個美國的眾議院 終於是通過了1.4兆美元的年度預算案 這美國政府關門的危機可望解除 詳細情況我們連線國際中清記者 陳佳麟告訴我們 好的 主播 美國股市今天再度延續 昨天的漲勢以小漲作收 道瓊指數收盤上漲31.27點 收在28267點 由於開盤前 美國公布了11月新屋開工和營建许可月增率 以及工業生產月增率 各項指數都優於市場預期 顯示美國經濟逐漸好轉 激勵投資人信心 而受到737 MAX停產影響 已經連續重挫的波音股價 週二也終於出現止跌 以平盤作收 另外耶誕前夕 美國也傳出好消息 那就是美國政府渴望免除關門危機 當地時間17號 美國聯邦眾議院 終於通過1.4兆美元的 2020年度預算案 法案中除了包含 13.7億美元的概違強資金 也永久廢除2010年制定的評價醫療法案 並提高非安維護和國防方面的資金 到220億美元 傳出川普對預算案很滿意 只要法案已送到白宮就會來簽署 至於美中貿易協議的部分 川普清口證實 大陸方面已開始採購美國的農產品 目前貿易協議正在進行翻譯文本 未來幾週就會定案 以上消息提供給您 看完了美股 我們來看一下陸股的表現 我們來連線聚亨網國際中心主任徐光穎 首先我們要來看的是說 中美貿易戰第一階段的協議 已經達成共識 也激勵了陸股反彈 很多資金都湧入 這是不是多頭訊號明顯的一個表示 好 大家好 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伴隨著美股的創的歷史新高 陸股最近迎來了反彈的格局 大家可以看到整體的成交量 也是出現了量增式的發展 照目前的趨勢看 可能再過幾天 上陣指數就可能出現一個 黃金交叉的格局 但是目前可能就現在 只是一個小反彈的格局 未來如果要迎來一個大趨勢 可能仍然是需要一個 基本面上的提升 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基本面的環境 可能沒有這麼好 包含了工業的增交值的利潤 那仍然是比較低迷 那還有PMI的狀況 仍然也是比較差的 那尤其最重要的隱憂 就是中國的通縮的隱憂 那從PPI減CPI的狀況來看 如果剪刀差的環境不能轉正 那可能陸股就上檔的壓力 就是存在 最近我們剛剛談到 陸股的量能放大 那量能放大是好事 那量能放大絕對是好事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量能放大的題材裡面 我們要關注的是融資余額 那如果融資余額 像最近融資余額有走高 但如果兩市的融資余額 進一步來到上一波的關口 上一波是6000億人民幣的大關 融資余額 所以如果來到這個關口 表示散戶大局的 正在進場入股 那一般的 相信台灣的投資人 可能就要相當相當的小心 好 那市場還有一個另外的題材 就是逢低買入股 最近我們可以看到 北上的資金 淨流入今年以來 累計超過3000億 那MSCI擴容 是一直是市場上炒股的題材 因為市場的資金外資 不斷的透過互股通 港股通的渠道 那進入入股來購買 但是我個人認為 MSCI擴容的力道 提振整體的入股來說 仍然是比較小的 原因是因為 MSCI擴容的成交量 佔整體的大盤來說 成交比重 魷魚太低了 所以對於我們看到 過去一兩年來說 MSCI都有持續擴容 但是提振入股的效應 並沒有達到 所以我們觀察的應該是 主要觀察 MSCI聰明錢 外資流向的標的 那流向哪裡呢 我們今天幫大家準備了幾個題材 大家知道嗎 最近中國 由於美中貿易戰的關係 那跟華為 華為跟美國有一些 有一些問題 那 中國現在內部其實就在進行 國產替代 國產替代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沒有觀察到幾個題材 像大基金二期 大基金二期在今年 下半年Q4的時候成立了 那大基金基本上就投資三個地方 二期是投資三個地方 第一個封測大陸的封測產業 第二個薄膜 第三個設備 半導體設備 當然這幾個產業對於 跟美國來說 對比美國來說 科技實力還是差太遠 對比台股來說 甚至科技實力 遠遠也是差非常的遠 可是大基金二期本來就是要 提 自己的國內的產業 所以他們的能夠 投資的標的其實並不那麼多 比如說封測可能就只有兩三間 設備就只有兩三間 所以大家可能或許可以注意一下 他會跟Ellen有再進一步的討論 好 我們現在下一段我們要來看的是說 美國去年其實對於全球的鋼鐵業 祭出了232條款 而台灣跟韓國是涉及規避關稅 被懲罰性要磕到四百百分之四百五十六的關稅 這到底有多高 下一段回來財經大白話告訴你 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美國要對於這鋼鐵製品 要懲罰說你不可以來洗產地 要對台灣跟韓國要來科徵 百分之四百五十六這麼高的關稅了嗎 首先歡迎加入我們討論來賓財經專家 黃世聰 資深分析師邱敏寬 還有財經專欄作家游庭浩 首先我們請教世聰哥 就明明才有一些鋼鐵類骨 他們就講說明年這鋼士是回溫的 而且明年的展望都很樂觀 怎麼美國一下子宣布 這是不是這個貿易戰要燒來台灣了 要對台灣跟韓國來科這個 百分之四百五十六超高的 對 沒錯 大家看到這個報紙的時候都會嚇一跳 因為被科四百五十六%的這個關稅 我們部分的鋼品 大家想說四百五十六%的這個關稅來說 那是不是台廠就完蛋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 事實上大家看到這個報紙 一開始就說心理想法四百五十六 那鐵一定死定 因為中美才二十五%就蛙蛙叫了 可是你看到我們很多這個廠商 或是經濟部就說 你看台廠無礙 那中鋼甚至說消美接單是加分 那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大家覺得看得很補SARS 好 我們先跟大家講 這個四百五十六%是針對台灣跟韓國的鋼品 你把它輸到越南 然後在越南加工之後 再輸到美國這部分的鋼鐵 DTO會被科到四百五十六%的關稅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關稅出現 主要是因為過去 我們知道川普總統上任之後 他就是用所謂的關稅戰 他自己說他是關稅人對不對 他在去年的時候用232 美國的貿易擴張法的232條 對於各國的 包括說一些鋼或是一些鋁的產品 科了25%到10%不等的關稅 他就說那你還來跟我談 你來跟我談 如果我們有一些交換條件的話 那你就可以豁免 那台灣跟韓國又沒有被豁免 那沒有被豁免 那很多業者就想 我要輸到美國去的話 被科25%關稅 於是我就把我的產品 先輸到越南 因為越南沒有被科關稅 所以我輸到越南去之後 我就可以躲避掉這部分的關稅 這就是所謂的悉產地 對 沒錯 那美國是針對這個部分的業者 在進行一個所謂的制裁的狀況 那為什麼美國制裁得到 因為現在美國 他在追這個所謂的鋼材的來源地 會追得非常清楚 譬如說你這一批鋼材 你從越南送給我 送給我的時候我會跟你說 那你這個最後是 這個冷壓鋼品是什麼東西 那你的原料是什麼地方 你的熱壓鋼 或是說你的上游的鋼材 原始鋼材是來自什麼地方 他要求你出具產地證明 如果你被出具產地證明 是來自台灣 韓國人 那就被追到了 所以美國現在是千方百計 在追你這個稅 好 那既然會被科這個稅的話 會不會有影響 當然會有影響 你可以看到 因為我們這個 我們海關統計的 2015到2018年 2017年左右 出口到越南的鋼品 你看綠色是冷壓 紅色是熱壓鋼 其實每一年都在往上升 所以如同如果說這個 我們這個官員 或是說這個中鋼說無外 那並不是無外的 對於一些小 中小型的鋼廠 它的確會有影響 因為它可能就是 因為這個關稅幾% 對它的差非常大 那未來減少了 避免這個關稅的過程中間來說 它當然會受到部分的損失 那這個 我覺得政府要重視這些廠商 他們未來要怎麼樣去處理 他們相關的這個問題 你看我們這個貿易局就說了 因為我們現在被返請銷稅3.66% 因為原本是25% 後來我們跟他談的時候是3.66% 他說比中國大陸還有 比中國大陸低 所以等於說我們直接銷往美國 是3.66% 對 但是這個對大廠商沒有關係 但是對小廠商來說 壓力就非常大 你可以看到 我們中鋼就說 我這個鋼品品質非常好 所以我沒有必要 到越南去洗這個產地 而且根據越南當地的 美國當地的管制就說 你只要熱壓鋼是跟日本製鐵 或是說合進越鋼拿財的話 那就不會採到所謂的洗產地 雖然說它是日本 它是台灣的廠商 但是因為它在越南生產 所以就沒有洗產地 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你可以看這個狀況裡面來說的話 其實這個反傾銷稅裡面 已經告訴你幾個投資的重點 那就是越南的合進鋼鐵 可能會是未來一個 非常值得大家觀察的一個鋼鐵廠 沒錯 就像這個越南合進的鋼鐵 值得觀察 其實很多這種我們台灣的廠商 包含了金銀之神王永慶 還甚至是這個龍頭中鋼 其實都看上了這個越南 為什麼鋼鐵業紛紛要搶進 越南這個市場呢 其實剛才是從已經把資料 跟各位報告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關鍵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先來為觀眾朋友們 來解決那個關鍵點 關鍵點在於說 對於美國來說 你必須要有40%的一個產能 這產能當中必須要符合在地或加工 也就是說因為鋼鐵是很複雜的 從一開始的不管是熱膏爐 或者是電膏爐 所做出來的簡單的鋼鋁或鋼鋼 你中間要經過加工 你加工的過程當中 比較特殊的可以拿來做 例如說比較簡單的說 可以做汽車鋼板 有些比較漂亮的可以拿來做廚房 高級廚房鋼鐵 跟普通廚房鋼鐵之間的差價差10倍 例如說這樣鏡面鋼板 白色家電在用 那個價格後面要再持續做加工 那關鍵點就是 你有沒有40%在在地來做產出 那我們台廠的部分的話 先跟各位報告 我們台灣的鋼鐵分成四大集團 中鋼加中鴻為領先集團 他們的年收入大概是在4500億左右 第二大集團是誰 第二大集團是葉聯葉輝集團 他們目前在台灣的一個年生產 大概是在750億 那麼第三個部分的話是東鋼集團 東鋼集團的話 他們的年營收大概是在500億 然後第四大的部分是風興集團 他們是大概300億左右 那台灣誰最積極 請幫我清楚一下 台灣誰最積極要切入鋼場 跟各位報告就是台塑集團 台塑集團其實本來就在包括了宜蘭 包括了張濱工業區 包括了高雄都把地找好了 可是後來為什麼沒有在台灣開鋼鐵呢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是在於 後來我們台灣經濟部 我們的策略方向是 我們要傾向去做高附加價值的產業 鋼鐵雖然很棒 很賺錢 但鋼鐵不管是熱高爐 電高爐 有一個大問題叫空氣汙染 那空氣汙染目前我們台灣的生活 慢慢的變好的過程當中 現在每個小朋友都知道了 空氣汙染是老人自力退化 最大的一個關鍵 所以後來台塑他就把他的鋼場 往哪邊去走呢 往合徑去做 那這個合徑這個鋼場 剛好在去年我去過 這個鋼場非常非常大 它的產能大概是在700萬噸 那700萬噸是多少呢 我簡單的說 中鋼一年的一個產量是1100萬噸 也就是說目前台塑合徑鋼場 開出30%到40%的一個產能 已經做出700萬噸了 他們的總體目標是要做到2000萬噸 後來為什麼沒做 兩個關鍵 第一個關鍵 去年台塑鋼場剛好在越南 他有一個排污事件 排污事件的過程當中 後面海洋出現了問題 漁民卻向政府抗議 後來經由政府的一個協調 台塑他們就付錢 也可以說是罰款 也可以說是付錢 反正就補貼給當地的一個漁民 然後讓他們可以繼續往前走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很嚴重就是 雖然越南 越南是一個狹長型的一個國家 他們的一個海岸線高達2200公里 可是他們的公路系統不是太好 所以變成說很麻煩 鋼鐵很重 它一天的一個運輸的位置沒有太遠 這個是目前要去注意到的 我們目前來看的話 台塑的合進鋼場是排最大的對不對 目前中鋼駐金 越南 這個是兩家公司 一家是中鋼 一家是駐金 兩家一起在做 這個在八地頭頓省的一個新城線 它就比較小 它目前是在一千一百二十萬噸左右 其他的包括了東和鋼鐵 德和國際 美亞 美亞在做什麼 美亞在做鋼管 它的主力的部分都在做鋼管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要來做一個總結 對於越南來說 很多人為什麼要去越南投資 因為現在在中南半島當中 以中國國家策略來說 他們目前的目標已經很清楚了 他們在跟美國開始打貿易戰的過程當中 你知道嗎 中國他們的出口是增加還減少呢 是增加的 那一邊打貿易戰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中國的出口能夠增加呢 因為中國他去增加了歐盟的一個市場 中國去增加東協的一個市場 所以東協十一國相對來說就重要 東協十一國人口最多 第一叫泰國一個億 第二個叫越南 越南接近一個億 非常的年輕 而且目前以越南來說 越南就是貼著中國的一個態度 往前走 所以他們需要什麼 他們需要鐵路 他們需要公路 他們需要火車站 簡單的說他們需要基礎建設 那目前越南一年需要多少 2200萬噸的鋼鐵 目前他們有辦法完全自製嗎 還沒有 他們目前的自製率 2018年來到1450萬 還是需要進口的 所以就目前來說的話 如果越南的經濟能夠拉起來 越南的鋼鐵需求 能夠持續往上走 那目前越南蓋廠 台塑合進鋼廠 就是最大的一個受益者 所以越南往上 不要以為我們台灣 都已經置身事外 其實我們很多的大型鋼鐵 台塑 中鋼 東河等等的 都已經在越南 做好了非常好的佈局 包含了越南在內 其實明年整體的鋼市 是看好的 就是說有鋼市回溫的情況 而這雖然說 美國是要增加關稅 但是這個鋼價也是出現了 止跌反彈 是不是現在已經鋼市 要揮別冬天了 請教師聰哥 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很多台灣的民眾 會把中鋼列為是一個 所謂的定存概念股 定存概念股的定義是說 它每一年都要能穩定獲利 但是你過去幾年的時間裡面 你買中鋼 你發現到說 它好像已經不是一個 可能只能拿股東會贈品 對 因為它股東會贈品 都非常好 我那個雨傘 尤其是那個雨傘 到目前為止還可以用 已經十年了 每年它的股東會贈品 都是化金 好 我們講到中鋼 但是中鋼 從去年到今年開始 它真的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整個業績 真的已經慢慢的 揮別了這個冬天 我們先來講 中鋼它其實最主要產品 是熱壓冷壓 還有鋼板這個產品 它的內銷的話 一劑大概是270萬噸左右 因為從去年下半年開始 因為我們知道 中國大陸它在調結構 調結構的時候 它這個房地產 有略為受到壓抑的狀況 所以中國大陸本身的鋼鐵 其實一直在疊加 但是從今年的下半年起 中國大陸的首鋼寶鋼 它的報價已經開始直跌往上 包括說像日本 韓國 還有東南亞的需求 都慢慢出來 甚至是美國的需求都出來 所以現在的報價 整體的報價來說的話 已經是開始慢慢的往上 而且它的這個上油原料 包括鐵礦砂 價格也開始直穩 煤炭的價格都開始直穩 所以就明年第一季的 這個狀況來說的話 價格是真的已經略為往上攤 從過去的這個時間裡面來說 我們都知道 所謂景氣循環股 如果你要用四季來看的話 鋼鐵股的旺季 剛好從第一季就開始 第一季是它的相對的旺季的時間 所以第一季 本來就是鋼鐵股 比較會有表現的機會 所以我們認為 在這個時間點來說的話 鋼鐵股是值得大家觀察 好 從這個中鋼來講的話 它目前的股價 大概是23塊左右 大家想說 我要怎麼去介入這個中鋼 很簡單 因為它的這個每股進址 大概是19塊到20塊左右 如果越靠近進址的時候 你把它當成是 長期的穩定定存股 那絕對沒有錯 對 因為它已經靠近進址了 中鋼它目前的價格 約莫就在進址附近 中鋼跟中鋼過去有一個慣性就是說 假設這個景氣回春了之後 往往小型的鋼鐵股 表現得會比大型鋼鐵股 要更加活潑 所以在這種如果你看到 接下來的報價 往上彈升的時候 或許中鋼的選擇 會比中鋼更好 當然葉輝也值得大家留意 因為它也是畢竟是一個非常穩定 這幾年也是相對穩定的公司 我覺得這都值得大家留意 至於說我們剛才講到的這個 反傾銷稅 會不會對國內有影響 當然是小小的影響 但是對這些上市上櫃的大的 鋼鐵公司來說的話 其實影響他們相對來說 是相對比較小的 如果需求面大於這一個 可能被磕稅的層面的話 所以他們的營收 可能還是會有往上的 像這些鋼市 其實他們主要都是 跟著這個基礎建設 像現在剛剛 世聰哥有講到說 全球的景氣現在已經 有點落底了 跟著這些基礎建設來說的話 鋼市其實是 有一波上漲的空間 我們就來請教一下廷豪 這個是不是有相關的能源股市值 的期待 沒錯 其實剛才世聰哥 講出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關鍵點 就是說鋼鐵產業 本身它就是跟隨著景氣連動性 有非常高的一個相關係 我們其實回到最源頭的一個角度 去分析 為什麼這一次 課的關稅456% 會這麼引人注意 有一個很特殊的一個要點 我們要注意 就是說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 我們都很明顯知道 這個美方對中方是有一個 談判上的一個協議要求達成 美國對印度也是 美國對日本 美國對波音 美國對歐盟 他都有一個目的 希望可以達成 就是談成協議 希望他進口多少 美國的一些農產品 或者一些設施 但這一次的鋼鐵產業 美國並沒有針對誰 這是什麼原因 因為他本身就在保護自己 本土的鋼鐵產業 所以他並沒有想要跟哪個國家 來簽訂協議 把鋼鐵的關稅降下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要點 就川普這一次大幅的調動 他的一個鋼鐵關稅 其實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保護美國本土的一個產業 這是我們要去關注的 因為這會影響到 我們日後的一個投資策略 我們現在回到台灣本土的一個投資面 來做一些觀察 目前台灣的一個鋼鐵產業 早就已經是兆元產業 所以產值是非常大 今年的一個產值 去年產值來到1.26兆 依存持產業的一個工作人口 有10萬人 所以不管是從市值面上去看 或者說從就業人口上去看 不管是經濟面 不管是政治面 政府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力道 去做這個支持的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未來整個鋼鐵產業的一個投資鏈 第一個我們觀察的是川普 也就是說美國本土的一個 對於鋼鐵保護的一個策略 會達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第二點是觀察一下本土台灣政府 對於目前本土鋼鐵產業的一個支持 第三點其實就是全球景氣面 只要景氣不好 基本上鋼鐵產業也不會太好 目前來看吧 2020年全球景氣是有一個回暖的跡象 所以鋼鐵產業是有機會的 所以我們把焦點 移居到我們的一個概念股上 當然第一檔 就是剛才士忠哥提到的 中鋼是目前這個鋼鐵產業的一個龍頭股 每年的一個產值大概來到3200億台幣 所以如果不知道鋼鐵產業 不知道要買什麼 那一定是買中鋼對不對 因為你不知道其他廠商 那就一定是中鋼 因為它是龍頭廠 任何組件它都會舉行生產 而且中鋼常常大家都講說是這個 我們存股最愛的一項標準 因為常年穩定的一個配息 殖利率也有4.13% 第二個這個概念股 環耀 基本上它是做一些高附加價值的一些扣建 主要是汽車上的一些扣建 就是鋼鐵產業的扣建 殖利率也不錯 來到6.57% 我們要知道 其實談到這邊 就想告訴各位 台灣的一個鋼鐵產業 很重要很重要 目前整體發展的趨勢 都是高附加價值 所以競爭力的一個幅度 稍微比其他可能 東南亞這個地區 或者中國地區 稍微競爭力再強一點 我們做的是一個 精密上的一些零組件 所以這個競爭力比較強一點 第三檔 比如說2012的一個春雨 它主要就做一些公共建設 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螺絲 它的殖利率也不錯 有6.05% 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鋼鐵產業 有非常多的股票 它的殖利率是滿高的 所以其實如果發現 它有穩定配息的話 其實是可以當作一個 長期投資的一個標的 那第四檔 這個豐鑫 這個葉華 我們剛剛視聰哥有聽到 它主要也是做一些 這個 鍍芯烤700 一些汽車建築 所有的家電類 它都會來進行生產 那殖利率也不錯 3.19% 2015的豐鑫 就是專門做這個電爐的 這個家電用 這個大家都很喜歡 所以它的殖利率滿高 6.95% 最後一點是9958的世紀鋼 其實世紀鋼 它不能算是一個鋼鐵產業 但是因為這個政策能源股的關係 非常 最近非常的火紅 所以就特別提到一下 其實它跟政府所支持的 這些風電產業 有莫大的一個關係 包括它也必須要有大量的鋼材 才能建造這麼多這個 這個電風扇在那邊轉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其實觀眾朋友 我們剛才提到了 第一個 根據川普的一個政治色彩 政治的一個手段 來進行觀察 第二個 根據國內的一個政策 來做觀察 第三點 最後我們根據 目前的一個全球緊急面 持續來追蹤 講到這個政策做多 我們就不能不講到這個電動機車 下一段我們就要來看 這個電動機車的補助 已經拍板了 這明年這個重型輕型的機車 每一樣的補助金額是要縮水了 要縮多少 然後我們又該買什麼 下一段回來 財經大白話告訴你 回來財經大白話 講到了這個電動機車 明年這個電動機車的補助 就會少6000塊錢 結果民眾在訂這個電動機車的時候 下訂時發現說 業務明明講說你可以補助2萬 但最後交車的時候 卻少了8000塊錢 這電動機車的補助 真的是每個縣市 讓大家都搞得補薩薩 我們先來看這一則報導 趕在年底前 民眾想新購入電動機車 但到底是下訂還是交車 才相有補助 也就是要掛牌才確定能申請補助 因為嘉義市民眾就反映 昨月底下訂時 業務說能扣2萬塊 但11月中交車補助 瞬間剩1萬2 等於這8000塊消失不見 其他業者坦言 也有其他縣市遇過類似狀況 假設是買掛綠牌的輕型機車 你有二行程車要淘汰 買新的電動機車 補助比較多的像嘉義縣 桃園市跟台中市 可以領到最高1萬4000元的補助 但問題就在各縣市補助金額不一 而且有名額跟金額的上限 萬一被領完 你的車還沒掛牌 這些補助領不到 不過工業局強調 為了讓大家都能在年底前買車享優惠 只要今年底前完成所有交車程序 都適用今年補助 年底掀起購車潮 但車主得確認今年是否能交車 以及縣市政府還有沒有名額 以免補助跟說好的有落差 這各縣市的補助真的很不同 所以我們是不是買電動車要去嘉義買了 這真的是關乎大家的荷包 大家很在意 因為這個我們明年可能一下子 要少很多 好幾千塊錢 這個寬哥叫我們一下 先跟各位報告 很多在台北 或者是在高雄讀書的大學生 他們騎的電動車 如果爸爸媽媽在嘉義 爸爸媽媽在桃園 他們可能就會用爸爸媽媽的名義 或者是他的戶籍 剛好也在那個地方 就回去買他的補助會比較高 先來跟各位談電動機車 電動機車目前在台灣 剛好成為了一個非常成熟的一個產業 先跟各位報告 這個有可能會發光發熱 為什麼 因為歐盟現在他們已經發現了 既然台灣已經發展出了一個 成功的一個模式 那他們又何必在自己 花一大堆錢去發展 也就是說 目前台灣的這個Gogoro 如果真的做得夠好的話 有可能歐盟他們就會平行引進 那平行引進 這當中有幾個重要的一個要點 來 先跟各位談幾個要素 台灣 台北 新北 各位知道嗎 每個人都有摩托車對不對 可是你曉得你一天騎幾公里嗎 宅炫 你知道一般人一天騎幾公里機車嗎 4公里 4公里 通勤嗎 也就是說多數人的機車 你的使用量高不高 其實不高 你可能就是騎去買個飯 或者是騎車載小孩去上課 或者是騎去買個菜 那個不是你主要的交通工具 你真正主要的交通工具 是大眾運輸工具 如果真的很遠 或者是如果真的天氣不好的時候 你會開車 也就是說 電動機車能夠興起 是跟生活是行息相關的 跟行息相關的一個過程當中 現在對年輕人來說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騎電動機車非常非常的炫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 騎電動機車的沒有老人家 通通都是年輕人 而年輕人他們對於網路 對於很多的政府的一個補助 他們就認為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重點在哪邊 前兩年政府因為要輔助 讓空氣污染值快速往下降 所以電動機車 各縣市是加碼再加碼 可是我們要來看兩個關鍵點 就工業局來說的話 現在最重要的一個要素是在於 每年的一個補助金額 就工業局來說 重型跟輕型 會從2018到2019年的1萬塊錢 到未來剩7000各位 這張中少了3000元 如果是小型輕型的 也就是說可能是綠牌 或者是綠牌再往下走的 會從7200往下降到5100 這一來一回的過程當中 這又差了多少錢 這又差了2100塊錢了 所以電動機車的補助 先請問各位很簡單 變多還變少 它是變少的 變少當中我們也可以發現 經費的波動化 2019年是15億 到了明年它的整個預算 今天已經正式拍板了 這個是拍板出來的 目前只剩下13.73億了 所以它的補助會減少 目前補助會減少 剛才那一段新聞當中 也很清楚的跟我們說了 未來在2019年 只要確切有掛牌 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 如果真的想買電動機車的 它的整個銷售量就會往上走 會趕在今年的年底之前 會去衝一波 這當中還有幾個重要的一個關鍵 環保署當中也有談論到 過去的新構的重型有補助 輕型 太舊換新 特別是請各位注意 它最重要的都在哪邊 都在太舊換新 太舊換新的過程當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二行程機車 為什麼呢 一台二行程機車 它的產生的一個汙染 相當超過40台汽車 就是說你在路上看它那種 會排黑煙的 那種舊型的二行程機車 其實它的汙染量是最大的 所以它們最大的關鍵 是要把這些車換掉 目前來看的話 太舊換新的話 明年的波羅的話 它這個在環保署的一個波羅的話 它的延續還是在的 但是新購 對不起 新購就沒有了 新購是退場的 所以你只有太舊換新有 你新買車 對不起 環保署它就沒有補貸 這樣又少了3000 沒錯 所以一來一回的過程當中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總結 明年如果是重型機車的話 它的補助會少一萬3000元 那如果是中小輕型的話 會差一萬1000元 那如果是最小台的 明年的補助總體會差8000元 所以目前來看的話 先跟各位報告 從整個近三年的電動機車 的一個補助 再加上最新的一個 政府的一個政策來說的話 電動機車它的補助是減少的 所以如果您有想要買 趁這個時間點 2019趕快把額度拿下來 應該會取得最大的一個輔助 所以有些人可能現在排不到車沒有關係 可能先下訂還可以有這樣子的優惠 可以照著比照今年來使用 而近年來其實除了這個電動車 新旗有大家都在討論說 政府的補助之外 其實電動車他們還自組聯盟 有兩大聯盟在對抗著 對 沒錯 事實上目前的電動車 電動機車大家都非常看好 電動機車來說的話 當然你需要的研發成本 或是這個費用當然會比較高 所以目前國內其實分成兩大陣營 一大陣營就是以目前我們機車龍頭廠商 KIMCO為主的 另外一大陣營是包括說 Gogoro Yamaha 還有這個宏家騰組成的一個 電動機車這個聯盟 兩個聯盟互相對抗 如果以兩個聯盟的 互相的情形來說的話 交車的情形來說的話 KIMCO還是大幅的領先 我們到12月上旬的時候 他是以26萬輛領先 這個聯盟的13.5萬輛 三個加起來都沒有他多 事實上的KIMCO已經是連續 20年的台灣機車的龍頭 所以他是非常厲害的 你知道 其實我們剛才講到電動車 其實明年一般的機車 也有不一樣的環保的規定要上路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寫的是 六期環保機車對不對 但是明年 其實從明年1月1號開始的話 七期環保機車要上路了 七期環保機車 顧名思義就是說它更加環保 所以為什麼在電動機車 這一部分的補助會減少 因為政府要挪一部分的 來補助這個七期的環保 因為七期的環保 它是比目前現行 我們現在目前大家在開的 大概都是四期的環保 七期的環保 會比這個四期環保的 污染量大概減80%到90% 所以其實這也是政府要 因為還是很多人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還是很多人不習慣開電動機車 他還是喜歡買傳統機車 所以就是原本的燃油機車 它也有環保的功能 對 它更加的環保 我們講它其實補助差在哪裡 如果你明年 我們明年我們補助有兩部分 一個是舊換新 舊換新的話大概是有5000塊 如果是你目前為止 買所有的七期的補助來說 可以領到9300塊 所以如果你明年 你是假設你有舊車 四期環保的時候 你要換成新車 你要換七期的話 大概補助可以有13333塊 假設是你沒有機車 沒有舊的機車 我要直接買七期的話 補助的話大概是9000塊 左右的這個數字 所以如果你真的 騎不慣電動機車的話 我覺得你明年可以考慮 買這個七期環保 因為七期環保機車來說 有非常非常多的優惠 而且我們的KIMCO 還有包括說很多廠商 也都準備明年要磨刀禍禍 要提出這個 因為因應七期環保的關係 他們要推出非常多車款 到時候如果不想買電動機車 可以去買這種環保 更環保的傳統的燃油機車 就像世聰哥講的很多人 跨不過去的門檻 就是他很擔心我騎到一半 沒有電的時候 該怎麼辦 這個我們來請教一下廷豪 沒錯 其實規則的一個制定 都是一個權力鬥爭當中 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常講 普通權力的一個鬥爭 是很低階的 最高階的一個鬥爭 就是誰制定了這個規則 誰制定了一個公版電池的規格 是大家最關注的事情 其實早在去年的時候 政府就曾經找了很多的一個 電動車廠商來談 就是說我們可不可以設計好一個 確立的公版的電池 台灣市場就這麼小 我們就用同一個電池就好了 可以有不同的車款OK 但電池至少一樣 但是最終最終協商多次之後 仍然沒有談成 即使因為當時的時候 政府是比較偏向使用GoGo 這種交換型電池 那別人一定不肯 對 別人不肯 為什麼要用你GoGoGo GoGo都已經承認說 我以後的一個授權費用 公版電池的一個費用 我不會收你全力金 這樣可不可以 但是其他廠商還是不太願意 因為整個規格的一個制定 就代表著它對於未來 整個車款 或者整個機車產業的一個發展 就握有了很大的一個決定權 所以規則制定是很重要的 最終最終其實就很難去找到一個 最終的一個方案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有GoGo的這一款 是屬於這種換電式的 也有另外一款是屬於充電式的 在家充電 對 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電池交換站的話 屬於這種GoGoGo這一派的 它是屬於都會區的話 一里基本上就一站 但是屬於這種偏鄉地區的話 基本上可能它換的一個 時間點和空間 固點沒那麼多 沒錯 所以就造成這個很多 比如說住在山區 或者說比較偏遠地區的 這些朋友們比較難接受 因為找不到電池可以換 所以換句話說 可能市區的人比較願意 用這樣子的充電機車 但是如果是插頭式的話 那基本上 比如說比較偏遠地區的人 那就回家衝就好 回家拿個插頭 衝上去就可以了 但是它也是有缺點 就是說它沒辦法說 把像GoGoGo這樣 把電池插了 換一下就走了對不對 他要等它把它充飽電 所以這各有各的一個優劣勢 但是也是說明 目前台灣本身一個電動車 雙方的一個衝突 雙方都在一個公版制定規格上 使盡了一個權力 這個時候 我們就來看一下廢率 其實是觀眾朋友最在乎的 沒錯 我們看哪個便宜 哪個比較划算 對 我們就選擇這個便宜的那個 目前整體的一個數據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說Kinko的 就中華車的一個充電 跟GoGo的充電 因為GoGo它本身 並沒有實際上的一個電費支出 因為你不用去計算 GoGo它電池 你拿了就走 對不對 它沒有收你整個電費 它只是把整個月租費 涵蓋在裡面 所以以Emoving 以光陽機車的電動車來看的話 因為它的一個家用的一個充電費 來到5563塊 它是屬於這種月租費 如果連續五年的話 我們來計算 因為目前Emoving 光陽機車它是以399塊 然後不限里程 這是其實是 相較於GoGo的已經算很便宜 因為GoGo的月租費是799塊 你只能騎630公里 而且它的一個費用 五年總費用 加起來是23940塊 GoGo的話是47970塊 光陽朋友絕對會很奇怪 幾乎是快兩倍的一個價錢 為什麼我好像感覺到 馬力的差別 馬力的差別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 為什麼現在整個市面上 都是GoGo的 好像比較多一點 對 其實我們要講 其實這就是一個 企業上時間成本的一個優勢 就是當一家企業 它提早做了一件事情 它本身在時間上 它就領先你這麼多 對不對 所以光朋友要記住這一點 有時候Emoving把價格調降 它也不一定是說 整個它的一個成本本身就很低 它很有可能是屬於戰略上 因為我時間成本早就已經落後你了 那我只好調低費率 我以價制量 我用價格來吸引年輕人 所以雙方 光陽跟GoGo之間的一個戰爭 即將還要再開打起來 所以電動機車現在戰火也是非常的猛烈 就是大家已經開始做一個價格戰 但是明年明明是補助比較是要縮水 但是這個台灣智慧移動產業協會卻說 這2020年要拼百萬電動機車上路 這是不是也代表著電動機車概念股 值得留意呢 下一段回來財經大白話告訴你 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剛剛講到這一個電動機車 現在競爭越來越激烈 從這車款到電池的資費都在比 而現在連洪家騰都要進入這個戰場 洪家騰我們印象中就是周杰倫代言 然後前面有兩個輪子 這個印象非常深刻 這個三輪車 但現在他們也要做電動機車 對 沒錯 事實上大家都看好電動機車這個市場 我們可以看到洪家騰 過去大家的印象之中 就如同翟軒講的 三輪的這個摩托車 甚至他早年是從這個沙灘車起家的 所以其實他現在目前比較重的比例 還是在傳統機車跟沙灘車 但他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剛才講到說 傳統機車你面臨到光陽的 這個大軍壓境 所以你在這個領域來說 你要突破非常困難 所以我跟你講 他近五年的營運 其實你可以感覺到說 他好像有一點點 沒辦法突破的這個感覺 於是他從今年開始就決定說 我要大舉的入金這個電動機車 因為電動機車目前是 是Gogoro一家獨大 如果能夠搶先進去這個市場的話 我或許有機會放到老二的位置 所以他今年就開始推出 比較多款的洪家騰的電動機車 事實上如果你可以看到 他推出這個電動機車的時候 短期間之內 真的獲得非常好的成績 他以目前為止來說的話 他已經爬到台灣的第二名了 他現在領先過去曾經是第二名的 中華的E-MOVING 還有領先光陽 因為光陽也進來這個市場 所以他現在已經一口氣要升到第二名了 而且主打美型 看起來都滿美型的設計 要跟GogoroPK的感覺 對 有經過特殊的設計 而且他還有用一個新的 新的這個品牌的這個識別出來 所以我跟你講他其實鐵的心 要往這個部分發展 因為為什麼要鐵的心 往這個部分發展 雖然我們剛才講到說 我們政府有提出非常多的補助方案 針對環保過去 現在的環保六期 甚至明年的環保七期 但是就你去調查 現在一般的年輕人的想法裡面來說 他購買電動車的意願 是大幅在提升之中 當然其中的原因當然就是說 他的這個輕便好奇是原因之一 但是其實他的很多構造 很多想法 就是那種網路思維 很多年輕人的話 喜歡這種思維 所以我覺得其實 未來買電動車的人會越來越多 所以為什麼洪家騰 他就索性的 我目前在沙灘車 機車 就維持現狀 我就大舉的入侵到電動車去 他就是還來勢洶洶超越了第二名 對 他就超越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中華的e-moving 還有這個光陽 所以你會知道說 他其實現在 真的是全力要 滿足的去往電動車發展 如果在電動機車能夠 闖出一個名號來說 你看雖然現在 從這個幾個月的銷售量 只有2000多台 但是如果未來的 能夠像Cogoro一樣 一年來好幾萬台的話 他的營收或許就有機會突破 我們一直講到 26 27億的天線 好像就有機會可以越觀過去 對 這洪家騰 其實已經連續用兩個月的時間 才取得這個家計 已經超越了e-moving 看得出來這個電動機車 共享機車 他們現在這個後世是十分看好 我們就來請教一下寬哥 有沒有一些概念股 現在我們該留意的 電動車 當然有電動車的一個概念股 剛才四聰已經把洪家騰那個 說得非常好了 我把我去參加他們的 發表會的過程當中 那天的感想跟各位報告 洪家騰他很聰明 他知道他以他目前的資本額 他沒有辦法去發展出 一台Gogoro出來 所以他是直接跟Gogoro合作 他跟Gogoro合作 就是我一次下訂單給Gogoro 做了一個大筆的訂單 我的價格壓低對不對 那我貼上我自己洪家騰的牌 可是他說他這樣子沒有辦法 去跟洪家騰做區隔 所以他們這次 最大的一個關鍵在哪邊 他們就完全利用年輕人的思維 例如說 我們已經認為Gogoro 他那個儀表板 已經非常棒了對不對 那洪家騰的部分的話 他把他的儀表板再升級 他的儀表板怎麼升級 我們用的指紋啟動之外 他上面有直接導航的功能 也就是說 你的整個手機面板 你的整個機車的一個導向 他是非常非常炫的 然後他的側的飲料架的部分 跟充電架 完全都符合 現在年輕人的一個想法 這個是他們 往年輕人這一塊 在脈動的過程當中 簡單的說 這個叫接地氣 那我們來看電動機車當中 需要去注意到的 現在跟各位報告 很多人會想說 電動車跟燃油車 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他是比較環保的 簡單的說 第一個他不用排氣 第二個他的保養程序省一道 所以他的整個污染物的話 也比較少 那我們如果導播方便的話 我們就來看 電動車最重要的 當然是在馬達 那以台灣馬達來說的話 包括了台達電 包括了東元 包括了自茂 包括了茂達等等的 這個都可以多加的一個注意 後面的一個部分的話 因為今天時間 這一段比較不夠 我們現在是時間 多一點跟各位談 電動車的一個題材 非常非常大 特別是特斯拉這一塊 特斯拉這一塊 台廠的一個部分的話 我認為2020年的一個 整個採購 應該也會再往上加 很多的公司 都有很好的一個買點 那我們時間 先交還給主播 對 我們財經大白話 現在已經有YouTube頻道的 精彩內容 都可以在YT上面來觀看 別忘了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而下一段 我們來討論更精彩的 從波特王來看網紅經濟 稍後回來財經大白話